刘强东看上的女人到底有多优秀 这个女人拒绝了她三次 年仅20岁就凭借自己的努力赚到了百亿身家 她就是我国排名第一的90后女富豪张泽天 高中时她拒绝张艺谋的邀请 大肆创立自己的第一家独资公司 23岁就掌握584亿资产 从手棚奶茶的清纯笑话 到千亿身价的总裁老板娘 她仅用了五年时间 刘强东曾三次对她展开追求都被她拒绝了 2013年不死心的强子再次飞到美国求爱 终于抱得美人归 踏入豪门的张泽天也没有懈怠 在怀孕期间 张泽天成功拿下了意大利最牛的商业学位证书 生下孩子后张泽天又开始进攻母婴产品 凭借自己的妈妈身份 为京东打下了一块亲情牌 而后为了扩大京东的时尚版图 她开始频繁出席 各大时尚活动 不管是迪奥发布会还是嘎那电影节 总能看到张泽天的身影 凭借张泽天的这一操作 京东成功让高奢品牌入住 在面对比尔盖茨时 张泽天全程淡定自若 用英语侃侃而谈 仅仅是凭借两人在一起吃饭的时间 张泽天就又带领京东来了个大获全胜 功成名就后 张泽天紧接着做起了公益 而她选择的公益对象也是圈内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洛克菲勒家族 她现身洛克菲勒家族的地球日party 并且共同创建了环保公益基金 顺利成为京东最好的代言人 最终在张泽天的帮助下 刘强东成功击身世界富豪榜的前五十位 她的传奇故事震惊了世界 她被称为刘强东背后的操盘手 女版的巴菲特 当有记者问张泽天 父母是如何教育她的 她说在她小时候 父母让她看过一本书 叫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三十八封信 她将自己传奇的一生写成了三十八封信 传给了儿子 从而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铁律 王健林买了这三十八封信 当作二十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了儿子 李嘉诚常治枕边奉为家教圣经 比尔盖茨更是逢人就推荐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他们唯一的偶像 这个人就是洛克菲勒 这本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三十八封信 是他一生的智慧精华 无论在创业、社交、事业、赚钱、为人处事等方面 都提出了宝贵的人生忠告 价格不贵只需要九块九 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获得 让您和孩子快速掌握财富的密码